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多朋友留言 我不爱听你那个 我就爱听你政治和这个新闻的分析 你有你读到的 那我读 我百分之百都告诉你我怎么做的 你就不愿意 你就非得把你愿意的那部分收走了 不爱听的那部分 跟你的观念不吻合的那部分 你都给我扔了 我不接受你那一套 这个实际呢 我没有任何怪罪大家 这个我自己也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被成为党文化当中的 一个最关键的 不去接受别人 而是在别人拿出东西之后 去迎合自己舒服的地方 与自己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 采取拒绝的方式 党文化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共产党的文化是斗争的文化 不随自己意的东西 都一定要给它革命 对吧 而所有的人也知道 真正我们 我们说一般来讲 说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面对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呢 我们不能理解它 不能包容它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他能包容一切 对的错的 在他的眼睛里 在他境界当中 他都能接受 而且能理解别人 而且能理解作为对方 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想 还能接受别人 甚至是看起来不好的东西 那这个被我们称为 说这样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所以在党文化的熏陶下 其实会营造我们非常狭隘的心理 恨人有 笑人无 以自己利益作为出发点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你话说狠了 真的没有 那现在国内提起来 就有关在香港战中的问题上 说外国势力侵入 一会儿我们就跟针对这个问题 跟大家分析 他为什么这么说 而且被很多朋友认可 那除此之外 作为今天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 四中全会 跟三中全会很类似 鸦雀无声 全给封闭了 打得热火朝天 我跟大家讲过 打得热火朝天 他在干嘛 依法治国 这是提出来的 依法治国 我提醒你 这里没有共产党 网上有篇报道 发广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周永康失事 政法委缩权管理委员会 复名叫做治安委员会 中国检查日报10号 刊登了孟建柱 7月份在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会上的一句话说 中央决定将中央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委员会 叫管理委 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 叫治安委 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 抓好平安建设 这将意味着政法委完全被缩权 那周永康的路线遭到清算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江泽民利用全是共产党的系统 很多朋友不太愿意认可这一点 今天习近平能够用的 必须是国家的系统 他必须建立国家的系统 干死党的系统 才能保住他的命 很多政治学者 给还是混淆一谈来 混淆不了的 我跟你说没招的 今天习近平顺着中共党的系统 去做的话 他就死定了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 这意思就是来迎合 现在的四中全会的法治的概念 削弱党的内部的机构 那很事实的 有人把这件事情呢 就以这种图表的方式拿出来了 他说 原来的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永康 副主任是王乐泉 回粮狱 刘云山 大家就懂得为什么要削弱了吧 这几个 没准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都将被干掉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他只能用国家法律的 依法治国法律的系统 去对抗中共 江泽民掌控的党内的系统 不是什么 都不是的 包括宣传口 现在作为习近平 王岐山 他根本顾不上 他也不管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当他弄的时候 因为刘云山已经没退路了 他自然就这么弄 就像梁振英在香港 说跟学生谈判 那都下拜 没人给他下指示了 所以他就开始瞎说了 说一人一票 穷人就会 政策就得向穷人说话 这就是猪 没跟你说 又死了一头猪 猪被他气死了 打破脑子 也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你心里那么想 也不能这么说 他都能说出来 就这样的人是特首 就这样的人 你说他不跟党在一块 那才怪的 北京人有句话 我一直跟大家说 傻奸 傻奸的 傻奸不是因为傻而奸 而是因为奸而傻 他就这样了 你着急吃了 你对这样的人 着急气死你 我跟你说 就跟我儿子上活怎么办呢 你不能跟这样人生气 因为他就是这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上面根本顾不上 他只想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建立完整的一个体系 来供他使用 来供今天主重的人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国势力 对吧 这是我们知道刚刚说的一件事情 国际传媒纷纷嘲笑外交部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说的 那世界著名的萨克斯风的演奏家 Kenny到香港去了 结果被外交部的发言人给点名了 他说著名的国际萨克斯风的演奏家 Kenny到金钟占领现场 本来只是个花边新闻 结果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却说 这是外国言论要谨慎 不要支持违法行为 所以就把这个成为了国际事件了 外国势力 他说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美国的广播公司ABC 英国的BBC 路透社 美联社 时代周刊等 都报道了相应的事情 那这些人都成了外国势力了 都成了外国势力了 外国势力 这首歌 蛤蟆也有声的 对不对 一到晚上 夏天一闹春的时候 那不叫闹春了 那盛夏了 反正他忙活的时候 想的时候 他也能唱歌 你家里都听那个歌就完了 所以这个 大家听着想开玩笑 这就是说 没办法评论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但他们这么做有原则吗 有原则 利益 外国势力 这个画像 对于我来讲 是刻骨铭心的 这是非常记忆深刻的 十年一小庆 五年一大庆 每到国庆的时候 在天安门广场 马恩列斯 四个人 OK 中间是孙中山的下 十一的时候 然后这边是 马克思恩的四 这边是列宁斯大林 然后对面是湖南腊肉 国庆的时候 是这么放的 我不知道现在放不放 找这照片挺费劲的 你家这个东西 六十五岁这东西 纯粹就是外国人强奸的 外国势力 神经病 对吧 但为什么很多朋友能接受 利益 共产党用这东西 符合他的利益 成立了新中国 你妈66 没出生 不是中国人 因为伟大党国只有65岁 对吧 你想想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 这话就越说越不好听了 就是他 他说的那东西根本就不叫推敲 还用推还用敲吗 明白的人 只要一扯开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了 这叫纯纯正正的外国势力 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外国势力的战友 外国势力侮辱了中国人 强奸了中国人 把所有中国人给占领了 给占有了 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东西 哎 扭过脸来 人吹散风说外国势力 对不对 邓小平挺贼 一国两制 在那 你对中国而言 香港的制度 就是跟党国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你已经外国势力了 那从哪头算 你们家都是外国势力 伟大党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傻貌似的 你在说的外国势力 你家党国 你隶属的外交部就是外国势力 还犹太人 侨居在德国 加入的是撒旦魔鬼教 你说这都什么东西 要一定明白 我说过共产党是魔鬼 共产党魔鬼就是 他明明说的都是非常荒谬的东西 可是在你的脑袋里 你却能接受 这就是魔鬼 超越于一般的坏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